我今天希望做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 最好是当启动以上自动就开起来了 自动弹出来 反正使用者一打开 这个表单就在这里了 反正你就叫他在这边输入就对了 你不要在别的地方乱输入 好,那要怎么样做出一个表单 大家基本的观念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图解 反正你就将来就照这个图 去把它完成就可以 一,在我们的专案 Visual Basic里面的专案 记得预设里面是没有表单的 你会把它比对一下 没有表单 那怎么增加表单 按右键 插入 制定表单 它就出现了 OK 那就照着这个图 OK,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工具箱就出来了 然后你的表单就出来了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 应该底下有个属性 如果你那个属性视窗没出现的话 你就把那个属性叫出来 那因为我跑到右边 跑到左边 不影响 第一个,请你把它的名称改一下 预设叫User Phone E 那我习惯会把它改成叫Home Enter一下 好 那如果要启动它的话 就是Home.show 它就启动了 OK 好,第一个的话 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改成什么 改成背后像这样子 第二个呢 我需要改几个属性 包含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改叫做Caption 这个东西叫Caption 那背后的颜色叫Back Color 所以你可以改一个 我也改一个橘色吧 然后大概就是这几个吧 总共三个属性变更一下 那属性的变更 特别需要你只要找得到Caption 比如说叫什么 某某某 什么什么的 叉叉叉的那个 这个这个 什么 这边叫做订货系统 还是销售系统 OK 销货系统 也许给它一个名称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呢 Caption就被变更了 那底色的话呢 就是Back Color 那我也许把它换个颜色 这边旁边有个箭头嘛 那也许给它一个 类似一样的橘色色 OK 好 第一步 外面的部分就完成 三个地方变更 第二的话呢 再来就是 由外到内 由左到右 这边有12 总共有 因为我将来 第一个 总共会有几个栏位 那有几个栏位 你就要做几个 输入的 这个 原件给它 不过再别注意 编号可以不用输入 为什么 因为编号可以自动产生 可以把上面这个号码 抓下来加一就好了 OK 那我只需要品名 品名未来可以让它下拉清单 单价的话自动带出来 数量的话呢 要让使用者填 小记的话呢 也是自动带出来 地区也是用下拉清单 所以呢 特别注意 我们只是把这个 输入自动化这件事情 把它原来是在 Excel里面 换到哪里呢 换到那个表单上面 所以特别注意 再来就是 前面需要有 总共会有 五个东西 不包含编号 所以呢 我只要记得就是 品名 单价数量 小记地区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做出 我们这 假设我要做的像这样子 那怎么做最快 其实一般习惯是这样 这个前面东西是一个 label 一个标签 那我的习惯是先做一个样板 做完之后呢 把它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需要改哪些 第一个 把它caption改一下 这边叫品名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完成 字打上去 第二个的话呢 字太小 记得Fonts点击它之后 有个小按钮 弹出大概16 好了 看字 16OK 好 然后再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字的颜色 就是Fall Color 改成红色的好了 OK 这个不是这个 红一点的颜色 好 那底色的话呢 就Fall Color 就Back Color 有没有 底色的部分的话 也许我给它一个浅的 一点点的红色 好 大概是长这样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需要有五个的话 那我可以先拉过来一点点好了 OK 一个对不对 那五个怎么做 按Ctrl键 复制它就好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而且你看 那完全不用调整吧 对不对 那 做完之后 你再把名称 变更一下 把这个第二个 也许不是品名吧 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单价 打上去 一个一个改 那 不过 也许你们可能会歪掉了 这个 可能你们 没有那么稳 大概这样子 那怎么办 没关系 选取它 格式 做什么呢 对齐 主控项的 左缘 这个有 有讲过吗 OK 应该有印象 记得好像有在这边 讲过 因为我太多地方 上课 所以有的时候 不知道 有没有讲过 我一直觉得 因为 OK 但是 基本的 原理原理都一样 所以有些东西 假如你未来 所以上我们这个课 其实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云端上 一直都会update 最新的 而且每一次上课 也是有 即便是VBA 上课内容 也会稍作调整 不会完全都一样 那我的频道上面 也会持续更新 因为我频道上面 已经有一万多个 订阅人数了 而且观看次数 超过五百万次 所以我的频道 应该也是一个 算是非主流的 这种 这个OK 观看的学习 如果你要 细续学习 你也可以在里面找 我发现很多上班族 很有趣 找不到答案 到我的频道里面 去搜寻 他常常跟我讲说 老师 你那个频道真好用 因为他没有答案 搜寻一下 就有答案了 OK 所以 那这个我以为 因为我上面影片 已经超过好几万个 那当然自己也是觉得 自己乐此不疲 所以上课 突然变得有趣了 不然的话 这种课程 要上的有趣 还是很难 所以有时候要置于人 不然 不然没办法 把这个上下去 OK 那主要是说 因为设计 我觉得设计是 很有附加价值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以前 你说像我们做设计的 我们基本上的成本 几乎是零 但是他可以做出来的 报的价钱 确实可以 那个毛利 这是高到下人 对我零 什么都没有 智慧财产 我可以报很高的价钱 他还是接受 可是我是卖什么 我不是卖说 我要进很多的 什么料 什么 不用 完全不需要 最重要是脑袋里面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设计 我想这个也是对 因为教育部他定这样子 把城市设计列为必修课程 可能也是希望未来 整个台湾做一些改变 OK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把这个主控向对齐 然后呢 一样 前面好像讲过了 垂直兼具 设为相等 再去把名称稍微变更一下 第一个就做完了 由左到右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后面隔壁的东西 这因为前面讲 这个是combo box 请各位自己再加一下下拉清单 这个是test 两个 这个因为小技自动产生 所以是一个label 然后再一个下拉清单 再加四个按钮 OK 那这个表单就完成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要试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前面有做过了 所以请各位 我觉得还是尽量熟悉这个表单设计 表单设计的这个环境 那尽可能的 其实像这种东西不是用看的 真的就是你有机会多做 其实做久了你就熟了啦 那什么时候可以练习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工作上只要有用到啦 反正你可以的话就是 利用也许上班的时间嘛 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来做练习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学习最快速的方法 因为很多东西真的用看的 像我以前刚开始程式学不 很长一段时间是写不出来 后来学会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开始动手做了 那刚开始我有用看的就可以 其实不然 学的最快是动手做 很快就学会了 你如果不动手啊 那个知识你只是停留在知道的阶段 知道的阶段跟做出来的阶段 是不一样的 OK 试试看